因為駕駛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開到一半 突然從前車的車縫當中 竄出一面台南向黃偉哲的競選看板 就這樣啪的一聲蓋在他的引擎蓋上 駕駛被嚇出了一聲冷汗 把這段行車記錄器畫面PO上網路 他逗趣的說就真的是天外飛來的市長 駕駛好端端開著車行駛國道內側車道 前方突然飛來一塊看板 駕駛來不及閃避直接砸中車頭 網友在爆料公社PO出 這段行車記錄器仔細定格觀察 看板上頭一個人臉 旁邊還有競選號次5 原來就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這次九合一大選的競選看板 網友們看了紛紛留言 黃偉哲巡視高速公路遭受打擊 當時的市長害怕極了 還有人笑說你撞到市長了 這個高速公路不是市長所能管的 不過市長能夠飛到那邊 也算是跟大家問好 而天外飛來市長就發生在 國道1號安定到麻豆路段 當時裝載競選看板的貨車 沒有捆扎牢固噴飛出去後 先砸中這輛紅色轎車 再往後打到白色轎車的車牌 相關物品應嚴密覆蓋 捆扎牢固 如有違反將於道路交通管理處 主要條例賭汽車駕駛人 新台幣三千元以上 一萬八千元以下滑環 我們本身就要以身作折啦 不能夠這市長的選舉 還造成一個環境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會要求我們的團隊 幸好彭飛意外沒有衍生傷亡事故 不過開在國道上 市長黃偉哲現身打招呼 也讓民眾笑說 選戰都已經落幕了 難道是來卸票的嗎 記者楊華台南報導